大家好,我是贺博杰,美国旧金山湾区硅谷的房产经纪人 最近忙着帮几个客人代理一些房地产的买卖交易 那么也因此总是被很多客人询问 关于未来的房市的走向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最近经常会被客人问到 就是关于这个远程上班对这些大城市的房产的影响 尤其是在未来,当远程上班变得越来越更加的普及化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大城市,尤其是像硅谷啊,纽约啊 这些房地产已经很贵的城市,造成那里的房价大跌呢 那么当然了,大家的这个担忧我也是非常的理解 因为毕竟你都可以在家上班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么贵的大城市待着 我要不搬到一个便宜的三线城市,在那远程上班更好 那么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那大城市的房价肯定会大跌啊 所以这个就是问这些问题的朋友们 他们的这个担忧的来源之处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咱们今天就先跟你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远程上班其实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可以远程上班的 很多工作你一定要人亲自过来 尤其是那些,而且很多你要亲自动手上班的工作 挣的钱也很多 比如说这个医生啊,医院啊,护士啊 这一类的工作也很挣钱 那么至于在大公司的这些企业里面呢 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远程上班 那么一般都是处理信息类的软件类的工程 或者是跟那一方面信息,服务,咨询,数据有关的这一类的工作可以远程上班 如果你是搞硬件的话 那你还是得天天到公司去处理这些硬件上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是首先造成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没办法远程上班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看你什么样的行业了 像我以前在纽约工作的时候 纽约华尔街的那些金融机构 那个时候是不让你远程上班的 在家你生病了你在家都不能上班 因为那些金融数据他不希望你能够在家就可以就可以读取 同样道理美国联邦政府的那些工作也不可能让你远程在家上班 如果你是这个联邦单位 比如说IRS的这么一个编程的这个工程师 那你肯定不能在家上班 所以这就造成了像华盛顿DC或者是纽约的这些做理工的这些工程师 我看未必可以真的永久的在那些地方就职 然后远程上班 那么至于像这个湾区硅谷这些地方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你看这个企业员工呢 他有就是说从从这个就职的这个年龄来分析的话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刚刚加入的啊 那么尤其是做这些理工科的这些人收入高啊 理工科的这些新职员很多都是拿签证的 这个咱们都知道啊 当然本地的也有 但是更多的是来自全世界的这些天才 非常厉害的这些聪明的这个未来的就是英雄人物 一开始都是拿签证的 这些人你觉得他们会因为给你因为给你批了个签证 你就不搬到这个城市 你还是留在你原来的那个小城市远程上班吗 我觉得不太会这样 如果是的话 我这个工作要是万一把我给辞了 或者裁员把我给裁了 那我人还在我原来上大学的那个小城市 我找下一个工作也不太方便 那你说是签证重要呢 还是这个这个省几个月的房租重要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新的员工拿签证的 又是拿着这个新一届的这个高薪的 基本上还是会希望能够搬到这个大城市来 第二呢就是超老员工 他已经在这个公司干了20年30年了 那这种人呢有可能他会想 就是说我可以远程上班 那我就要把这房子卖了 搬到一个便宜的地方去就搬退休了 他有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呢他已经这房子 他已经住了20年30年的 那他当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房子 卖不出个好价钱 而一定要继续卖下去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而卖房的话 他不会贱卖 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打离婚也好 还是破产也好 那另当别论 所以老员工呢 他也不会因此而马上都要卖房 然后离开这个城市 他有其他的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税呀 这个退休规划呀 这很多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中层的职员 中层的职员 有些已经买了房子 就跟老员工一样 不可能就马上把房子建卖了 搬走 还有一些是没有买房子 那些人也许他可以不买房 他有可能这一部分的人会搬走 搬到其他城市 继续在这个公司上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只是就业大军里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家上班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 我十年前上班的时候 就可以在家上班了 那么未来呢 这个也会更加的普遍 但是也不能够因此而断定 就是说 这个房价将会大跌 每个人他都有出走大城市的理由 他有不搬走的理由 大城市虽然物价比较高 这个cost of living 这个房租也贵 房子也贵 确实是这个很烧钱的地方 但是大城市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资源 比如说教育啊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啊 身边的人啊 人脉啊 这些东西啊 是创业的话 年轻想要打拼的人 还是会愿意到大城市来 那当然了 小城市也有他小城市的好处 就是说 但是呢 这个是人口迁移的正常规律 远程上班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 所以所以并不能够因为可能未来更多的人可以远程上班 而断定这个未来这些大城市的房价将会大跌 那么说到这个房价大跌啊 我就稍带手再说一下啊 造成房价大跌的这些原因 那么这里呢 造成房价大跌的原因 它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局部的 就是说只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经济组成 经济环境有所改变 所以造成了这个城市 有一点这个玩不转了 所以很多人呢 就就离开 就像几十年前的这个中西部的很多钢铁重镇 汽车重镇 当时发生的事情一样啊 底特律也好 这个St. Louis也好 芝加哥也好 这确实是这个 这个就是局部的这个经济环境的改变 也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 科技更加的发达 所以造成了这个经济模式跟商业模式的改变 所以有些城市呢 则因此呢 确实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受到一些打击 但这个是局部的经济原因造成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我们叫全国的这个 就大环境造成的 像08年09年的经济大危机 就是全国性的原因造成 因为虽然每个城市的经济组成不一样 但是每个城市所有买了房子的老百姓 大家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处境的 比如说都是要贷款 买房 都是要上班 靠上班的收入来供房 那么08年09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很多那些买了房的人 他其实跟他的收入 其实根本就不配 让他拥有这个房产 所以呢 他买了一大堆这些房子之后 结果一旦失业 马上房子就全都要紧急处理 发拍掉 也就是因为这种现象 不只是在某一个城市 他基本上是全国每一个城市 都有很多这种人的存在 因为当时大环境就是利率非常的高 因此呢 很多那些高风险的贷款就跳了出来 吸引你来买房 不差收入 没有不需要首付 而且那个年代 就算正常贷款首付也才10%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全国人民都在过度的杠杆买房 造成了08年这个最后杠杆过度了 那个杠杆就断了 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人 全国各地很多人 都处于类似的 过不起房 而要被法拍的这个境地 那么现在呢 也是全国全美国 大家都在疯狂的抢房 甚至加拿大 在加拿大也是疯狂的抢房 但是现在毕竟跟08年不一样 现在买房的人 基本上都是很有钱买房了 因为毕竟政府印了这么多钱出来 过去这10年 其实大家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通货膨胀 这个最低薪水 加州已经从六块七毛五 就我刚毕业的时候 到现在的像湾区很多城市都15块一个小时了 所以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买房 其实并不是过度杠杆这些金融产品来买房的 他确实是有这么多钱 当然咱不要谈钱到底值不值钱 那肯定是不如十年前值钱的 但是呢 没关系 咱都有钱 所以咱就都来买房 所以就造成房价的这个上涨 我不愿意用通货膨胀这个词 因为我不是经济专家 但是大家知道明白 这原理就是这种原理 那么你觉得未来的房市将会如何呢 这个长话短说啊 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未来下一个月会发生什么事 六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啊 这个咱没有人知道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未来的物价将会越来越高 那么房子呢 也是物 其实也是物价的一种 油啊 这个烟酒啊 食物啊 最低工资啊 这个奢侈品啊 这都是物价的一种 那以后肯定都会越来越高 而且呢 就现在大家 你们可以感觉到 未来的这个经济组成的 将会有更多的自由职业者 所以他的经济也会更加的灵活 更多的人呢 除了有原来的工作之外 可能还要在兼职 他家人像什么Uber啊 Instagram 或者Doordash这种 这种我们叫GeekWork的诞生 所以更多的人会有更多不同的赚钱的这个渠道 当然你想要挣大钱当然不容易 但是你想挣点小钱呢 机会还是很多的 所以未来的这个环境虽然很难预测 但是至少我敢肯定的就是物价将会越来越涨 人呢 也将会越来越不太发愁 没有收入 那么说到这儿 很多人就该问我就说 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买房 还是不应该买房 这个从短期没有办法回答你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你心里是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从长期的这个投资啊 理财这方面的角度来讲呢 有房子当然是比没有房子要好 我说的长期是指十年二十年 是吧 当然了房子既然是这个 它既是一个资产 但它也是一个累赘 所以虽然说有房子比没有房子好 但是呢 你在买房子之前呢 你这笔账还是要好好的算好 房子虽然留在手上是有可能增值的 或者帮你这个抵御通货膨胀 但是在你持有的这么多年以来 你还是要有持有成本的 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累赘 所以买房子之前 不管是投资也好 资助也好 那么这笔账呢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算 那么除了房产之外 还有其他更好的投资吗 这也是很多人跟我闲聊的时候 也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是房产经纪人 我只能够说房子 但是呢 我也我自己有股票 我也有比特币 我也有什么年金啊 这些基金呢 我都有啊 怎么说呢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理财 这方面的人士 所以呢 我只能够跟你说一些 就是咱政治正确一点 就是说 各有各的好处 房产也可以 股票也可以 这个基金也可以 年金也可以 黄金也可以 什么金都可以 只不过呢 没有一样投资 是好的那种 你只要把钱放进去之后 啥也不用干 啥也不用想 就能够坐等发财 没有 不然的话 这全世界的人 什么也不干 都来投资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你对各种各样的投资 你都有了解 然后你也比较相信 把所有的投资都分散开来啊 不要放到一个篮子的这种做法 diversification的话 都可以 都可以投一点 你要是有钱买一套房子 那就有钱买一套房子 然后剩下的散钱 你可以拿来投点基金也好 年金也好 人寿保险也好 这个黄金也好 都可以啊 但是呢 很多人呢 他可能就说 刚刚上班没有多久 然后他也在研究这个投资 这方面的 因为这也是在为未来做打算 那人活一辈子 肯定是要投资的 那么至于投资什么好 如果你不知道 投资什么好的话 我建议你先投资自己 把钱跟时间拿来 先自我充电 自己学习更多的 这个金融知识也好 商业知识也好 理财知识也好 这个开拓自己的思维 多跟各方面的人 是经常的交流交流 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网课 或者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课 尽量的更多的吸收 你的这个经验值 知识 就是说投资呢 没有一种是最好的投资 也没有一种组合是最好的组合 但是有一种投资是以后 你一定可以拿到回报的 那就是投资自己 所以呢 当你不知道投资什么的时候 我建议你先不要想着投资 房产股票 基金年金这些 你先投资买几本书 好好看看 或者经常听听我在油管视频上 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干货 投资自己咱们一起学习 知识就是力量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